10的巴士,我們到新加坡了 好漂亮耶 一個很特別的水上活動 船上重浪 早安,現在是早上7點半 我們要去新加坡 因為我們準備要去做游輪了 我們要去做這次的 Side truck of the sea 你實在嗎? 有沒有做過游輪? 有沒有做過這手游輪? 有沒有去過新加坡? 為什麼你看起來像個傻子? 很可愛 坐了5個小時的巴士 我們到新加坡了 到了,我們準備check-in了現在 今天這一集是我的游輪Cruise Vlog 但是鏡頭後面有一點不一樣 有沒有看出來什麼分別? 事實上我是覺得我來個 因為這次我們的Vlog 換了新相機 還有請 又容易用又不貴 還有一個功能是可以磨皮美顏的 如果你想要買攝影機 如果你想要那麼貴的話 首選就是這個 所以現在給你們看看我平時拍攝用的相機 就是這一台 Sony A7C 它的機身其實是很小的 但是我們講這個24-70mm lens 就變到這樣長了 然後拿上手 我覺得是3kg中 女生如果你拿著拿來拍Vlog的話 我覺得應該30秒就已經很累了 所以通常這集打cam在哪的 大概是需要這樣子的 muscle 才可以拿到 所以很多人就會直接用手機拍 但是手機的quality 怎樣都輸camera的嘛 所以現在給你們看看這次用的 鏡像機 Sony新出1Way Vlog而生的 Sony GV1F Sony GV1你們應該都懂了 就是3000多塊賣的特別特別好的 這一台就是他的弟弟 2000多塊就買到了 他們的樣子很像 大多數功能都很像 但是價錢喔 卻差3000塊 接下來讓我們一邊看我的Vlog 一邊看鏡像機吧 就是這一台啦 真的很小是不是咧 我一個女生拿之後 我就覺得很小耶 阿Kent拿的話他講了一句 哇好像沒有拿東西這樣啊 不但不用另外帶一個bag去裝它 你直接放進 pocket 就可以加爛了 Z1F整體設計跟Z1 75點像滴滴啊 頂部同樣可以裝一個毛毛的麥克風 同樣是可以打開 翻來前面Vlog的LCD screen 機身右邊一樣有三個接口 Mic 充電口還有HDMI 但是Z1F就比較update了 他用了更加方便的Type-C 畢竟是最新的嘛 那他們最大的分別就是Lens的部分 因為Z1F裝備的是20mm F2.0的固定鏡頭 固定的意思啊就是不能畫Lens 不能Zoom 它就是它了也不能拆下來的 而這個20mm鏡頭就是一個廣角鏡頭 非常適合不老不會拍到臉大大 而且好處就是一開機直接開拍 這就是為什麼我帶它上船的原因 好漂亮欸 我們現在先去進griefing 就是有什麼emergency的時候 起碼我們懂要做什麼 它的房卡是已經插在房間了 我們不用自己去領房卡的 所以我們只要上去房間 打開門就可以了 Service好到啦 接下來的畫面呢 都是用Sony Z1F Auto拍的啦 20mm廣角鏡都真的很好用 看的東西更廣的 拿來拍Vlog是真的很鬼實合適的啦 打開直接開拍不用等 所以講Vlog用箱子很麻煩的 站出來一下 這個就是Z1F的BOKET switch功能 你點一下它就自由切換Focus跟OutFocus的地方 留意後面的救生員 3秒 我們現在來試下機器人炮的Cocktail 到底好不好喝 Bionic Tea OK check out 這個是我們點的 來三種 來了嗎 來了嗎 來了 有檸檬的 有檸檬的 都講20mm真的很廣的啦 臉不大 後面全部拍完進去 剛剛Yuan我上來 等一下我們就去玩很特別的水上活動 就是 low ride 船上蟲啦 這是我們自己改的名字 雖然做鏡頭不能換 但是還是可以做到兩倍Digital做模 另外還有這個S&Q button 按一下可以直接拍到Slow Mo的影片 來看成品吧 可以慢兩倍也可以慢五倍 晚餐 今天吃牛扒 今天是下船完個日子 然後等一下五點半 再上回来 今天我们去Binang 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船 它外貌就长这个样 很大手了 不知道大家听得清楚没有 因为这个G1F 它其实一来就已经有送这个 毛毛的防风套 所以其实就算现在很大风 它收音还是很好一下的 你们听一下我讲了这样久 因为它这个20mm的广角镜头 其实真的很广 我现在在没有夹任何蓝色上 还圆圆本本的样子的时候 它就是可以 这么广 可以挤入同时 我们四个人 然后脸也不会大大 这边就是Jankuzi area 真的很Chill 全部人在那边吃东西啊 喝酒啊 然后 Uncle在这边看热络 看书 对了G1F是touch screen啊 基本上就好像你动手机的感觉 这样罢了 我又滑了 我来了 太亮 现在就来测试这个G1F的收音能力 现在我们在这个真的很潮很潮的地方 有机潮 现在在播着Music 然后这边有水在 然后 很多小朋友在玩 真的是非常非常潮 而且我现在是没有在兜任何卖 没有 就是用它原本本身的那个收音 还有那个毛毛防风套来收发了 所以我觉得它水能力是很好的 这样子可能你们听不出来有几潮 我们对比一下手机 哎呦我现在同时用这G1F左手还有右手是我的手机 同时录着同样的画面 哎呦我现在同时用这G1F左手还有右手是我的手机 同时录着同样的画面 不要测试它的收音能力有什么分别 有机潮 有机潮 来吧3 2 1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不要测试它的收音能力 有什么分别 有机潮 来吧3 2 1 两只老虎 两只老虎 跑得快 跑得快 整体是不是感觉很好咧 一开就拍 你完全不用担心focus啊 收音啊 颜色这种问题的 那我知道你们想要问了 Z1和Z1S到底有什么分别咧 不是越新越好咩 其实不一定哦 它们两个都是各有好处 Z1最大的好处就是配备了这个24-70的镜头 就是说你今天想要拍广角你就拍广角 你想要zoomy你就zoomy 而Z1S刚才就讲了它不能切换镜头 它搭配的就是20mm广角 因为它更注重在Vlog的用途上面 因为Vlog需要的就是广角镜头嘛 就是你一拍就可以把全部人拍完进去 所以它们两个其实用途都是不一样的 那既然这个旅行我都把它们两个都带出来了 我们就直接来一段对比实测 你就懂怎样去选了 今天呢就是我在船上的第4天了 所以现在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这个船有什么好玩的地方 首先呢它真的没有什么好玩的 就是吃饱睡睡饱吃 然后再去看海这样子 就是一个让你休息治愈自己的一个trip 然后它船上有什么Activity呢 其实还挺多的 有Bing Bong啊 有Bumper Car啊 有Badminton啊 还有那种空中飞 然后还有那个叫做Flow Rider 就是冲浪 这个挺好玩的 这段我也是有趣玩 我现在带你们看看这个Flow Rider 到底是什么东西来的 我们这个就是说来啦 电池方面Z1续航45分钟 Z1F续航60分钟 相差15分钟其实FU不太出来啦 但是有一点放电池的位置就有差别啦 Z1装上三脚架之后就没有办法换电池了 而Z1F就算装了脚 还是可以直接换 方便 重量上Z1F256g Z1因为有了Zoominance 所以重多一点点294g 最后来总结一下 感觉这次旅行真的是带队相脚耶 它真的是方便到没有朋友耶 我想想 当初SonyZ1刚刚推出的时候啦 风靡全场 每个人一想到Vlog相机 就自动想到Z1的 最主要应该是 它又轻又快又好用喔 而这台Z1F它不单只继承了很多 Z1的各种好用的功能 它还新增了新功能 比如说XNQ啊 更好用的Touchscreen啊 还有更长的电池续航 而且最重要的是 它的价钱更加容易入手 它只卖2599 它很适合学生档 或者你想要买来拍旅游Vlog 甚至说你今天要做YouTube视频的话 它都适合 我真心觉得Z1F是一台很适合开始的好选择 但是如果你是有更改要求 想要尝试不同角度的拍摄的话 你们可以直接入这台Sony Z1 因为它的机身这么小喔 但是它竟然可以容纳这个2470的镜头 好啦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了 我要准备去吃Buffet了 下次再见拜拜 就吃一直吃 好像一直在吃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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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